2005年的11月啊 距离这个乌克兰城市革命 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年了 乌克兰总统邮先科的幕僚长啊 又这个屏幕上这个人啊 叫雷巴赫科 他呢紧急的前往了莫斯科 就这个乌克兰啊 向 不是 俄罗斯向乌克兰啊 输送这个天然气的一个新协议进行谈判 这个乌克兰的大部分天然气啊 都是依赖着俄罗斯 而且当时呢 他们的经济啊 已经开始放缓了 自这个夏天以来啊 这个克里姆林工就一直警告说 说我们要这个提高 而且是大幅提高这个价格 而现在呢 你这个亲西方的这个尤先科 不是上台了吗 他们就觉得呢 我就没有必要为你补贴 这个乌克兰的经济了 你都不向着我 对不对 尤其是呢 他们觉得呢 这个尤先科 就是一个从美国人那儿 拿工资的一个人 这个中亚的各个共和国啊 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个天然气储存 只有这个格鲁吉亚呀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是完全差不多 几乎是 呃 百分之八十多吧 都得依赖俄罗斯 而且啊 俄罗斯确实给的价格啊 非常非常的低 简直就是低的啊 已经就是不可思议了 最重要的是呢 这个乌克兰啊 还是这个俄罗斯通往欧洲的那个 输器管道的那个 过境的这个国家 应该说从他这儿过啊 要占着去欧洲的差不多得 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这个老雷呢 到达这个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呢 普京就明确的跟他说了 说我们俄罗斯啊 想这个提高这个价格 我们支撑不下去了 你呢 必须同意这个我们呢 呃 这些条件 否则呢 这个天然气我们就得关了 随后呢 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幕僚长啊 还有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 当时的这个主席 那个梅德维杰叶夫 就为了这个妥协呢 说我给你开一个条件 这样呢 就是我们 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啊 成本太高了 那么呢 我们呢 就找一个中间商 完了呢 由这个中间商呢 去购买一些便宜的天然气 跟我们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呢 混一下 这样呢 我整体价格呢 还算是给你的 还算是便宜的 这个梅德基夫说啊 只要你优先科 同意的话 咱们后边 再把细节再商量 这个 而且啊 就是你通过这个 这次的这么这么合作啊 用这种方式来做交易呢 双方每个季度 都还能赚个5亿美元 也就是说呢 一年呢 能够赚20亿美元 这种利润 这个呢 对乌克兰政府来说呢 也挺有利的 当时老雷就觉得 这不就是回扣吗 对不对 这我是代表国家来谈的呀 老雷呢 就说呢 这个啊 其实是为了双方的 这个利益着想的 就是我们啊 从这个 Tukumastan 去买他们便宜的 那个天然气 完了呢 这个通过我们的 这个管道啊 输到我们俄罗斯以后呢 再从我们这呢 跟我们俄罗斯的天然气 混一下 再送到你乌克兰 这样的话呢 你天然气价格也下来了 我们的价格呢 哎 因为这个俄罗斯天然气 它是一个国际上市的 一个公司啊 所以它的那个定价系统啊 是透明的 而这个通过这个中间商了以后呢 这就等于算是一种内部交易了 这里边产生的利润呢 哎 其实也很可观 而且呢 你们也能挣钱 你们政府等于还省了不少钱 当时啊 在这个美国啊 出生的这个布劳德 就这人 哎 这是他们后来签协议的那个画面啊 就这个人 布劳德 他呢 就是发现了这里边的猫腻的 他呢 其实是干嘛的呢 他是负责啊 这个国际上啊 就是监督俄罗斯的这个外国投资资本的 也就是说呢 他比如说 这个外国基金呢 我投到你这儿了啊 你得帮我看着点这个公司 别他跟我玩猫腻 该挣的钱不挣 哎 到最后了 我投资者等于给人家搭架子 我扔了钱了 我不挣钱 结果呢 他呀 其实是一直在倡导着让俄罗斯的企业更透明的一个人 因为他们这个外国投资嘛 我得到这儿来挣钱啊 所以呢 他就专门盯着这个俄罗斯天然气的这个账目的 避免呢 就是外国企业的这些资本啊 被侵吞了 这个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 他的研究人员啊 也是偶然的发现的 就是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中间商 呃 我们就管他叫E-Gas吧 E-Gas啊 呃 太长了 就是起的这么一个公司版名吧 这公司啊 呃 成立的前一天 等于呢 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公司 把一个好几十亿的一个天然气啊 从这个土工莫斯坦 通过这个管道运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权力授权啊 给了这个公司 这就等于说什么呢 就等于俄罗斯天然气有一个十亿美元的这个税前利润 就给让出去了 让给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幌子公司 这个E公司啊 后来发现是什么呢 在一个匈牙利 一个村子里边注册的 而这个四个股东啊 一看就是完全跟这公司经营啊 毫无关系的几个人 都没有商业经验 哎 罗马尼亚人 完了呢 一个呢 被发现啊 就是必须得赚钱 才能支付起自己电话费的一个女演员 还一个是护士 完了还一个呢 是计算机的一个程序员 再一个啊 就是俄罗斯很有名的一个黑帮 应该说就是大家很有名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律师 这个以色列啊 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乌克兰期间也是这样啊 就是他有很多的过去的犹太人 都过去都是苏联人 后来跑到以色列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里边的那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太多太多了 这个不劳得呀 就发现啊 这个完全没有理由 把这么好的一个这个生意啊 就让给了一个中间商 明显的这个中间商就是一个幌子公司 就是一白手套 而这个天然气公司呢 还给这个白手套呢 居然提供了一个价值三亿美元的一个贷款担保 哎 我不光把我的这个生意给你 我还给你做担保 所以啊 连这个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啊 都公开的说 这项交易明显跟腐败有关 结果呢 这个事情就被暴露出来了 这个俄罗斯的这天然气赶紧 又把这个白手套的公司呢 给收购了 完了呢 他又把这个另外一个啊 看着呢 就是稍微体面一点 说得过去的第二个白手套公司 呃 我们就管他叫R公司吧 这R公司呢 就是天然气公司在这呢 有50%的股份 但是啊 这个呢 是他通过奥地利的一个银行持有的 而另外这个公司的50%持有者是谁 就没人知道了 总共啊 在这个2004年和2005年呢 从通过跟乌克兰的这个一 一系列的这个天然气生意啊 直接让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公司 就亏损了十亿美元 这被查出来以后啊 这一看就一个是洗钱 再一个呢 就是肯定这里边让你觉得就是带有一个政治影响力的这个作用 其实就是收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政府啊 呃 也应该说啊 这也就是普京为什么要让这些公司拼命挣钱 他要把这些钱弄成一种叫他叫战略黑钱的一个方式 或者说拿他作为一个战略工具 呃 就是为了破坏这个周围的这国家的这个 政府嘛 他来用这种钱来收买他们 当然你要公开来说 他肯定不行嘛 结果呢 这个 他这个不得劳不是把这事给揭露出来了吗 现在这布劳德再也进不了俄罗斯了 说呢 他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了 呃 这个乌克兰那些新的领导层呢 就也赶紧说我们这一趟交易啊 不做了不做了 就这样了啊 可是呢 两年的这个已经过去了 乌克兰啊 目前啊 跟这个俄罗斯啊 这个签订的那个天然气合同啊 以前啊 确实价格低 50美元 等于美吨 公合同期啊 是到2009年 后来这个就是他们的幕僚长 就是那个老雷 不是从莫斯科回来汇报的时候啊 当时尤仙科呀 也问他 说要不然你问问那西方的那个盟友 哎 找找那个美国的公务院 还有那德国的外交部 说如果啊 我跟那个俄罗斯硬扛 人家把我的这个天然气给切了 你们能不能给我提供替代的供应 两周内呢 结果西方说没问题 我保证 这乌克兰人真信呢 这老雷呢 就高高兴兴啊 这不新年了吗 到年底了 带着家人 跑斯洛文尼亚 度假去了 他想啊 俄罗斯啊 那时候也 乌克兰人也觉得就是 你不敢 绝对不可能 你这时候玩这种激烈的手段 把我的天然气给断了 尤其是大冬天啊 可是呢 他刚这个元旦嘛 打开电视 回到家了 回到酒店了 一看 妈 有CNN 头条新闻 俄罗斯把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 巴 切了 这鱿鱼啊 这乌克兰呢 他这不是 主要都是通过他那 过去的吗 这一下啊 这欧洲这边就瞎了 那年的冬天 还特别的寒冷 这下西方领导人就吓坏了 一个个就懵了 张阿姨 别让他叫了 就在同一天啊 当时其实 这个俄罗斯啊 是正好接管了这个叫什么 八国工业集团 这个国家的这个主席的位置 其实应该说啊 这是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的 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不过呢 这一次的断气啊 让全世界发现了 妈哟 这家伙已经拿起了天然气 这个核武器了 老雷啊 当时还一直指望着西方啊 能够介入支持啊 什么的啊 而且呢 也觉得呢 这个俄罗斯啊 不敢把这天然气 关了超过三天 因为你一关啊 这个天然气管道啊 就是会出问题的 它必须保持一定的压力 你知道吗 你要没这压力的话 这管道就要出问题的 不过呢 到了第二天下午三点 天然气供应突然恢复了 原来是什么呢 油仙科妥协了 油仙科马上就同意了 这个梅德耶杰夫的那个提议了 完了以后呢 就用了那个第二个白手套 那个中间商 达成了一个协议了 而且呢 这个第二个中间商啊 现在等于垄断了 这个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权了 应该说这次俄罗斯打赢了 这个挽回面子不说啊 这个价格也上涨到了230美元 不过呢 俄罗斯呢 也让了一步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那个土克莫斯坦 它的那个天然气 结合起来 卖给乌克兰 这样的话呢 总体上乌克兰只需要支付95美元 就可以了 从这件事上来说啊 也应该说呢 就是老雷呀 你跑那找那承诺的那西方盟友 人家给你画了大饼 你不找人算账去啊 那那承诺哪去了 我天然气呢 你不过你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老雷 你当时谈的时候 你也不琢磨琢磨 这欧洲还指着你给天然气呢 你对不对 他上哪给你去啊 而且啊 给你的价格怎么也不能够比这个俄罗斯给的价格那么低吧 哎 你再说政治上怎么这那的啊 这个东西你没往下谈啊 这都属于啊 也是不会谈判的一个人 尤贤科他也没办法呀 对不对 我这一个国家这没天然气不说 他主要是连带着好几个国家 这大冬天的没天然气使的呀 所以呢 尤贤科呢也妥协说 哎呀 这是一个应该说看着很不错的 对双方都有利的一个妥协吧 连这个普京也说 哎 互利互利 咱们这都是互利 顺带说一句啊 同时间 这个白俄罗斯还是以49美元 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 所以你能知道 为什么白俄罗斯一直不敢得罪普京就在这 老雷后来说啊 他永远不会忘记 当他回到那个基辅的时候啊 美国的那个大使就冲着他说 欢迎你加入腐败俱乐部 不过我就觉得这美国也是啊 你让人家不腐败 你给人解决问题呀 你对不对 你别光喊口号啊 这笔交易啊 确实是让这个乌克兰政府陷入了混乱 应该说啊 一直亲西方啊 通过这橙色革命啊 对这个国家一直还说 望着好的方面在发展 结果呢 这一下呢 就分裂了 这个新成立的这个政府里啊 这个优先科就跟那个女的 那个女继母琴科就开始有分析了 继母琴科呢 就开始强烈的反对这一次的天然气的这个交易 但是啊 这静琴科说了我在位置上啊 对不对 我能源部长这些人都支持啊 没办法呀 对不对啊 你不在位置上 你嘴巴上骂骂可合适了 应该说啊 确实这个静 尤先科啊 也没太完全把这个希望记在这个老雷的身上 老雷去谈的时候啊 他另外还派了一拨人 干嘛呢 就是跟另外一拨人叫飞塔石的一拨人去秘密谈判 这个飞塔石啊 是一个这个40岁的一个当时在乌克兰的一个也算是天然气的中间商吧 嗯 这家伙啊 他有这个R公司50%的那个部分 懂了吧 从这个协议签署那一刻起啊 这个亲应该说的亲西方的这联盟在乌克兰直接就崩了 这国家再一次陷入了政治混乱 完了以后议会就开始反啊反啊 不信任啊 对这总统啊 什么什么的啊 最后到了2006年的3月 这议会选举开始了 哎 亚努克维奇 也就是普京喜欢的那个候选人 再次崛起了 这尤先科啊 也确实就被这个内讧啊 完了加上现在经济也不行啊 就打不过了呀 再加上这次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妥协 哎 说他什么受贿啊 什么的啊 所以就败下阵来了 所以经过这几个月的政治争斗啊 亚努克维奇 又被任命为了总理了 而那个就是 悄悄持有那个幌子公司 50%的那个乌克兰人 就是那个 我管他叫塔什吧 就这个人啊 他一直说 我根本跟这个俄罗斯没什么关系 我就是会做生意 我的商业智慧 我跟那个土库曼斯坦 那些领导层大上关系的 不过啊 所有这个石油行业的人都知道 没有俄罗斯人支持 你跟土库曼斯坦 你搭关系有个屁用 对不对 另外呢 就是他啊 怎么说 他都这个幌子 他都圆不过来 为什么呢 就是他的那个律师 就是那个注册第一个幌子公司的 那个义公司的那个人 你看看 就他们连这点掩饰啊 都掩饰不过来 另外呢 就是这个幌子的持有者啊 就是也是有几 好几个不同的护照 就这人啊 一会儿他叫西蒙 一会儿叫施奈德 完了 其实后来人家发现了 他叫什么呀 他叫莫吉利维奇 就这人 这个人呢 是乌克兰啊 以前的一个摔跤手 大胖 三百棒中 后来曾经 以前啊 曾经因为这个纵火罪 坐过牢 那手大的啊 就跟一个盘子差不多 脸上呢 还有点娃子 应该说啊 他算是俄罗斯里边 一直从苏联时期 就已经开始啊 就是倒腾这个 叫什么洗钱的吧 一个大佬 应该说从七十年代时期啊 他就挣这钱 他当时呢 是干嘛呢 就是帮那帮苏联的犹太人 跑 不是要逃出这个俄罗斯吗 把自己的资产卖了 完了呢 怎么能洗钱洗出去啊 因为都想跑到什么欧洲啊 或者以色列去嘛 那边迫害的太厉害了 哎 他就专门给人家洗钱的 他啊 自己说 我是一个商人 我根本不是干这个的 其实大家谁都知道 他最开始啊 是靠这个卖银 就是组织一帮姑娘们卖银的 这么赚的第一笔钱 后来呢 就开始越做越大 就是又卖武器 又卖毒品什么的 后来呢 就这公司啊 成立的越来越大 触角啊 差不多波及到了 遍及到了俄罗斯 乌克兰 完了中亚几个国家 另外还有匈牙利 应该说啊 这个他的那个律师 这一被爆出来啊 说跟那个第一个 那个幌子公司 义公司有关系 这下又让这个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发生了这个政治危机了 这就一趟手山女了 再加上啊 后来啊 就这个大胖子啊 呃 被这个FBI啊 给设为了一个 十大通缉犯之一 因为呢 就是说他搞这个 股票欺诈 因为他在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啊 在那证券交易市场上啊 把一个什么磁铁制造商啊 有一个什么人家的那个业务啊 直接 骗了这个美国投资者的 1.5亿美元 另外呢 就是FBI还说呢 就是他涉及到了这个武器贩孕 买卖完了以后 还有谋杀 还有勒索 贩毒卖淫 他这些罪都给他罗罗了 所以呢 他算十大通缉犯之一 那这个 这天然气一看 这哥们不行了呀 那就赶紧再换一个 又换了一个 就是让大家也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这个塔什 哎 这个塔什呢 就觉得呢 自己啊 是一直说啊 我是跟这个叫什么 这个乌克兰啊 都是我参与的 那个洗钱那大佬啊 早就跟我没关系了 我只不过是从他老婆那 把那股份买过来的 但是啊 这个内部人和谁都知道啊 没有这个洗钱大佬 给他提供便利 他根本在这个公司里 他就甭想运作 后来有一次啊 是这个塔什啊 也跟这个 美国那个 驻乌克兰的大使也承认 说啊 我必须得经过人家的这个许可 他那企业啊 我才能够运转过来 不过啊 他也解释说 你知道啊 这苏联现在这个乱吗 这个 从他解体了以后啊 整个俄罗斯他乱的没办法 所以呢 我们这个乌克兰啊 还有什么这些人啊 都得跟这些黑帮啊 就是比如说这些 反正就是让西方觉得你就是不法分子的这些人 还你不可避免的 你得有接触 要不然的话啊 你连生意都做不了 就像这个俄罗斯啊 他们是通过这个奥地利啊 维也纳啊 不是一直从苏联时期就是通过那边洗钱啊 完了就往这个欧洲这边渗透嘛 其实也是互相需要啊 不过啊 这个塔石的这个随着这个不断的经济往来啊 包括跟这个普京关系越来越密切啊 他这个账户也开始越来越有钱了 他现在呢就成了这个乌克兰在里边的一个中间人了 应该说啊 这影响力啊 已经跨越了政治鸿沟了 首先呢 是他跟优先科也很好 俩人合作 后来呢 不是优先科因为这个天然气丑闻啊 下去了 马上又跟这个亚努克维奇也开始紧密合作了 所以说啊 就是只要是能挣着钱 他都可以 应该说这个塔石啊 算是跟这个叫马纳福特合作的乌克兰的大富翁之一了 这马纳福特啊 以前呢 就是一个叫什么美国的一个算是政治说客 他呢 是专门啊 被乌克兰请来呢 就是专门培养啊 让这个亚努克维奇啊 成为一个这叫什么 让他树立一个 我就是反腐的一个候选人的一个正面形象的 结果呢 就是反而他也参与了这个腐败 乌克兰啊 那可真是跟俄罗斯也不想上下的 好吧 今天先讲到这儿 下期接着讲下期见 下期见